大家好,美国和格力电器达成和解协议 格力向美方支付了9100万美元 周五10月29号,中国格力电器及其两家子公司同意就刑事指控达成和解 他们被控未能通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 格力出售给美国消费者的数百万台除湿机存在缺陷,可能起火 这些决议是根据消费品安全法采取的首次企业刑事执法行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力珠海和香港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就周四向美国加州中央地区法院提交的刑事信息达成暂缓起诉协议 与DPA一起提交的刑事信息指控这些公司犯有CPSC规定的一项重罪 即故意不向CPSC报告消费者产品安全信息 根据DPA的条款,格力珠海和格力香港同意支付 总计9100万美元罚款 并同意为两家公司的除湿机有缺陷而引发火灾的任何未获赔偿的受害者提供赔偿 总部位于加州工业城的美国子公司格力美国公司 也因提供刑事信息而受到指控 格力美国公司已同意 就故意不向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报告消费者产品安全信息的指控认罪 根据法庭文件 格力珠海公司 格力香港 格力美国 知道他们的除湿机有缺陷 不符合适用的安全标准 可能会起火 但这些公司几个月来没有向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报告这一信息 只有在消费者投诉火灾和造成伤害持续增加后 这些公司才报告并召回了除湿机 之前的格力美国的首席执行官63岁的加州居民 查理和首席行政官事务官66岁的加州居民 塞蒙 已因参与未报告有缺陷的消费品而受到重罪起诉 他们都变成无罪 审判定于2022年的3月15号在洛杉矶开庭 那么司法部民事部门的代理总检察长 他表示制造商和分销商必须立即向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报告危险消费品 以便尽快采取行动保护消费者 为了维持利润而故意推迟报告的公司和高管 将被起诉 司法部将继续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密切合作 确保消费者的安全 代理检察官 威克逊 他表示没有人应该生活在恐惧中 担心正确使用的消费品 可能会对他们的亲人造成伤害或死亡 隔离数月来一直没有报告其危险 且有缺陷的除湿机的已知问题 这既是犯罪行为 也是代价高昂的行为 隔离公司决定的推迟报告其有缺陷的除湿机 已经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产品被召回 并支付美国数百万美元 我们不会允许企业以牺牲消费者健康和安全为代价 该委员会主席阿莱克斯 他表示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形式 执法行动应表明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充分利用其职权 确保美国家庭的安全 不报告危险产品会让消费者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这是不能容忍 劣质商品对消费者产品供应链的完整性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公众需要有信心的依赖供应链 国土安全调查 HSI洛杉矶主管特别探员戴维 他说 像这样的缺陷产品对消费者构成了危险的 威胁 他们认为 他们购买的产品是安全可靠的 国土安全调查局将继续与执法部门合作 积极打击和调查明知危害公众安全而牟利的人士 实际上 刚才检察长已经提到了 不排除起诉相关的公司的高管 大家知道格力的老板是谁 董明珠 大家知道华为前一段时间刚刚被美国起诉 在美国被起诉 华为正在应诉 那么现在格力 格力这个董明珠看来也悬了 而且我觉得交了9100万美元 9100万 这个是一笔巨款 我觉得格力现在在美国应该是被盯上了 所以你从这个案子可以看 格力是希望花钱买一个平安 但是我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格力未来在美国 不管你的产品质量如何 美国 记住 国土安全局也盯上你了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问题 美国都会加重处罚 甚至起诉像董明珠这样的高管 所以未来我觉得格力 董明珠尽量不要去美国 尽量远离跟美国有引渡协议的这些国家 感谢观看